到你手機上的訊號,可能是什麼,Smarty Pass,好多的Pass過來的 那其實是同一個訊號,如果你要說是同一個訊號 那在通訊裡面這些都要做處理的 而且它可能還有時間的差異,強度的差異都有 那如果是FreeSpace的Propagate,這些我就不談了 這是Power,這裡我們比較關心的是Power 就是Power是什麼,Power就是我需要那麼多的 我需要那麼多的,你可以想的,Power跟Energy是不一樣的 我這也不說明,其實Power跟Energy是物理知道就OK 那我們現在用Power,那你需要Power多的話呢 那這個距離越長需要的Power越多 好像我們距離越長,這Power就越多 那如果在FreeSpace裡面呢,那我從這裡給你需要多少Power 那我們總是要節約,一方面是為了安全 一方面是為了節省這個電到錢的,電要發電的 需要石油啊,能量來發電 那Power是一種,是有支援的,所以我總是要減少它最好 所以Power跟距離的這個關係是很重要的 那怎麼樣,那在FreeSpace裡面,它Power跟距離的關係 這個經驗公司可以顯得這個樣子 我就不一一的再解釋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其實都蠻 你不用了解這個公式 你不用了解公式怎麼來的 你稍微的這個,其實導演很簡單 但是你直接把每個參數定義帶進去 正比反比的關係看一下,應該都可以了解 那影響到這裡的設計是什麼 是那個Tanner,就是天線 所以就影響到天線 天線裡面有一個所謂的Gain 這Gain 可以計算,Gain用這個公式來計算 那基本上頻率越高 那Gain for Same Size Attainer就會越高 那Attainer很重要的一個就是Size Attainer我要做大還是做小 那通常,像早期的時候 那個Amps,最早的拿著大哥大 第一代手機的那個很大 它的基地台都是很大的 那很大的手機,但是不用那麼多 但是它距離也很遠 所以手機必須要很大 電池要很大 才能夠發 才能夠有那麼多的power 傳給那個基地台 基地台也要很大的power 才能夠傳給你 所以那個時候早期的第一代手機 是這個樣子 因為手機要充電要做這個 所以手機要減小的基地台會變小 所以基本上這個關係是這個樣子 那天線也不用那麼大了 那這個 那天線裡面還有一些issue 等一下我們會看 那收到的signal的power power是 一個是我需要多少power過去 另外是我收到的signal的power 是多少 那這個 但是有gain可以算出來 有 我收的跟送的 然後這個兩個gain 然後跟loss的這個 這個物理我想要不談它 那 然後loss也同樣可以算 這些model 這些我們都不去看到了 那 那這個 剛才都是pass loss 那pass loss的這個 當然跟距離有關 距離訊號 訊號的這個db 你知道就不錯 不知道的我想就 去找找看db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 這個強度在聲音 在這個 這個訊號強度都會用到 那 那 那 隨著距離 那 這個 signal就 慢慢慢慢的loss 在pass上面就loss 或是pass loss 那這裡面又分成兩個 在 在這一段裡面呢 它又分成這個 比較long term的fading 就是比較 在這一段抓下去 這叫long term fading 然後再抓一小段呢 這叫short term fading 那long term short term fading 又叫做relive short term fading 又叫relive 這個fading 那 那 那這個 各有不同的特性 那我們也是不去詳細談它 所以這個 有這個東西 你知道有這個東西可以 好 那 這個pass loss 我們就談到這個 就是pass其實它其實是可以 有一些這個 fading 裡面可以 這都有數學模式 很多人做了實驗 然後都有很好的數學model在那邊 那我們下一個來看的是這個 Noise 的影響 那Noise跟interference呢 它對我們通訊裡面來講 它 最會造成我們的影響是什麼 剛剛是自然的損失 可是呢 你自然的損失之外 外面有很多的這個干擾 外面的干擾 或是各種不同的這個噪音過來 我想說我大學修過一門課叫噪音工程 這個 這個當然很少人修過這種課 這個 這個 噪音的這個 很有趣 噪音可以有工程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那個噪音很大 那這個在通訊裡面它造成的是什麼 是bit error rate 這個 所以這個是就是 傳多少個bit 會有一個bit error的 那bit error rate呢 在 在這個光纖 optic fiber 是10的-11到10的-12 所以是 你幾乎是大家覺得說可以 就很大 這個可以這個 可以忽略 甚至於 如果你加上這個 像我們加上CRC啊 或加上這些 那又傳大量的數 大量的資料 加上這些checking 那 有的時候就會覺得是浪費的 因為還要花在兩端呢 要花那麼多的力氣 重新再算一遍 所以在 在這個 所以我們說在新一代的protocol 好像ATM啊 或是IPv6裡面呢 它 它做那個 它都假設 這個 這個 channel呢 它是 不會被干擾 因為它是一個 假設也是有限的 可是呢 在無限 在行動的channel裡面呢 那比較很好的quarty的話 你可以假設是 10的-6 10的6字方個bit 有一個bit 會error 可是在 actual的condition呢 有的時候會到 10的-2 更差 無限的環境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到 就是 100個bit 有一個bit 會錯 那這個很慘 就是它錯 就是看狀況 因為它 有的時候power不對 對 就這個 它本身就是很不穩定 然後再加上這個 noise這些東西 它會影響到 就noise跟interference 會影響到bit error rate 本來是ok的 現在我又有一個什麼裝置進來了 就 它noise一進來 它整個這個error rate就會提高 那 所以 所以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 這有很大的不同 這個 我想我們今天可能最後一節 來不及談了 就tcp wireless 它有很多的方法 有興趣的東西 那最後一個部分 最後大概有幾十張影片 你就有興趣自己去看一下 那 在 在這個 過去 我們網路一直到現在為止 學到的這些 wireless的這個system 其實 大概都有一個這個 但沒有明講 但是 都有說這個 都 有包含了一個很大的假設 是channels error free 下面那個channel 傳信號是不容易出錯的 包含了tcp tcp也做了假設 那 那 所以很大部分的protocol 都是 依這個channels error free 這個假設 來 來設計的 那 可是 當然如果有 有發生些error的話 我在link layer 那經過這個crc 或者經過這個 我可以把它 找出來 都可以找出來 那都沒有問題 那 那可是到了這個 無線的網路呢 到了無線的網路裡面 那 那這個 它的這個bit error rate呢 就會比較高了 那bit error rate比較高會怎麼樣呢 會跟 會 那原來設計的那個error free呢 會 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那 原來有一些的設計 譬如說 tcp的設計 tcp的 以前 以前我們在 如果大家還記得 tcp如果 如果這個網路變慢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 我要自我節制 對不對 我就 我就 送少一點 因為那個時候是 假設我的link是沒有問題的 那網路如果變慢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都在傳是因為網路繁忙 網路繁忙是因為congestion 所以 所以讓我 我自己送資料 送的少一點送出去 window把它給縮小一點 本來window可以開這樣 我們怕 一開始的時候 在傳 我們用exponential的 就傳兩個 來慎論 來記的那些圖的話 在這個 transport layer 那 我們congestion control 我就 我在作業系統裡面 在這tcp裡面 我就自我節制 只要 只要我收不到 回憶 收不到cnology 那我就 傳少一點 然後我很顧全大局